也不敢相信只货赔这么一点钱 坚持一定会在上诉捍卫自己的权益 领多少年终呢 现在有车队啊 破天荒的发出了175万的年终奖金 其中呢一名问奖哦 领到了23万的年终哎 相当是一般上班族 五个月的薪水 齐滋滋拿下23万的年终奖金 不是史上最高 但对问奖这个职业来说 可是史上头一遭 靠着介绍新司机新乘客 从业务转站当问奖 罗贵峰拿了高额分红 那我随时随地我就会把卡片带着 那卡片带着不管是乘客或司机 我就会这样讲 他们眼睛出力就是讲这些事情 那当然就是有意愿就是 司机慢慢他会看到一些结果 然后就愿意 你说的好像是真的 就会跟着你来 遇到新朋友再到新侧人 随时随地都在拉业务 不太会打字的他 甚至还有Facebook 领到相当于上班族 四五个月的薪水当年中 而这个农历年 业者还要发出上百万 今年大约估发出 2173位的这个年终奖金 那整体的年终奖金的金额 是175万多元 不只问讲好过年 另类的鼓励方式 也让业者旗下的司机 乘客越来越多 中文马银酒开